所以都是老顧客了 其实我以前是图腾乐团的其中的一个主唱 图腾有两个一主唱 然后图腾可能比较多人知道 就是一个用原著名风格来诠释摇滚的一个乐团 很多人摇传说图腾要解散 这么红的乐团怎么可能会解散 所以不会解散 然后我当杯分开赚钱比较快 当杯不会红 那我自己很喜欢做比较多模拟的创作 所以我后来还是把比较多的自己的创作发展成一个专制 毕竟在图腾乐团里面只有我一个阿美族 强迫其他族群唱阿美族好像不太公平 那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平地保留名额 那我们是要唱台语歌 预告一下图腾在这个月25号 只有一场都一起偷鞋趴 就在台北 不好意思 可能你们要看的话还要买火车票 想办法去核销申请钱 那就给大家过过瘾 然后我在图腾有写一首母音歌 也是我早期的母音作品 这首歌《父亲的话》 然后今天用气质的版本 听一下《父亲的话》 谢谢 poison 来优好 紹庭 尤年 我们消息 日 pá 离忍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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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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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